哈喽大家好,我是糟糕,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是大家期待了很久,也催更了很久的粉丝问答 之前呢,就搜集了一些大家的问题 大家看到南方已经进入冬天了,穿上了高领毛衣 所以大家要保暖啊,注意保暖,注意身体啊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之前听糟糕说,跳楼鬼每天都在重复跳楼 那他们怕痛吗?这个我没有跟他们交流过 但是呢,跳楼鬼他在重复这个举动的时候 会重复他当时这个心情 他跳楼的这个心情,不开心的这个心情 会重新去经历啊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有想要自杀的抑郁情绪呢 建议去看医生,开导一下 对珍惜生命啊 因为三恩未报是很难投胎的啊 第二个问题,中医说的气血虚 这种虚是会容易导致遇到不好的东西吗? 那气血虚呢,有一种说法呢 第三个问题,据说学生看恐怖的东西会影响考运 拜文书菩萨,拜相神,拜子虎娘娘 等等的,都可以啊 但是最重要是相信自己好好复习啊 不是说你什么都不复习 你去拜这些神仙呢 他们会帮你,不可能的啊 神仙只帮那种确实有根基在努力的人 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啊 所以呢,这个问题,不要那么迷信,好吧 下一个问题 有什么咒语或者筋可以帮助减肥吗? 没有 科学一点好不好 还是你想减肥就去运动一下 不行就看一下医生 因为有些人的肥胖是因为激素影响 可以去求助医学的 那有什么筋粥可以美容呢? 当时也说了绿度母心粥是可以美容的 但是前提还是你要好好对待自己好好护肤好不好 就不要老是期待玄学的东西 可以让你不劳而获 没有这个词的,好吧 下一个问题啊 招招马上本命年了 本命年必须带点红绳什么的嘛 这个我在直播里面说过 本命年除了化太岁法式之外呢 带什么东西都是没有用的啊 所以自己去还是去拜个太岁啊 化个太岁吧 下一个问题 相机可以拍到鬼吗 有阴阳眼的人可以从照片里看到鬼吗 可以啊 相机是可以拍到的 但是普通人是见不到的 有阴阳眼的人是可以从照片里面见到的 就是见到啊 所以我现在都不怎么刷别人的朋友圈 不想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 好的,下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是自己选择的吗 那时候还能见面吗 下辈子还能成为一家人吗 我真的好爱自己的家人 想到他们会离开我就好伤心 这个问题其实跟下面一个问题差不多 下面一个问题是 招招怎么看待生死啊 一想到亲人会去世就好难过 还有如果不结婚生子 去世后没人烧钱只祭拜会很惨吗 其实生缘呢 就亲缘这个确实是自己选择的 但是亲缘是有分好几类 一类呢 一类呢是报恩的 一类是讨债的 那其实很多类 但是就有缘分的人才会成为一家人 但是下一辈子能不能再成为家人 这个很难说 要看你们这一辈子自己的造化 那投胎呢是看福报的 所以死后能不能见面 这个很难说 说不定你去下面的时候呢 人家已经投胎了 所以这个很难讲的 那其实怎么看待生死呢 我觉得看开一点啊 每个人有生即有死 就是活着这一辈子 好好活 好好对待自己爱的人 那就足够了 做好自己 这是个很简单的话 但是也是一个很难的动作 所以大家相信自己啊 相信自己好好的活着 好好地做一个向善向正的人 好吧 这是我一直常导大家的 那如果没有人烧钱 祭拜怎么办 那你就先自己 这一辈子的福报 好好地记载 然后呢 离世之前预约一个超路 把它马蒂马上送走 那就不怕了 那下一个问题 请问超经和念经 功德是一样的吗 有的说超经不如诵经 因为超经速度慢 不如念出声音 多念即便是这样吗 做这些事情 不要在意它的功德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所以你觉得哪个方便 就说哪个 只要以鬼做足 都是有功德的 不要去在乎功德的大小啊 但是听经是没有功德的 对 这个大家要知道 下个问题 招招请问一下 你们修道的人 是可以摸到小狐仙的吗 不是金身是灵 没有 不会因为灵体 它们是没有一个实体的 所以你是摸不到它的 无论你是神仙呢 还是仙家 还是鬼魂 它们都是没有实体的啊 摸不到的 摸不到的 科学一点 下一个 招招姐姐 怎么知道我身边的人 身上有没有飘跟着 我有个摄友 他真的感冒了好久 一直不好 如果有的话 会影响到其他人吗 怎么知道身边 有没有跟着 这是别人的事情 你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除非你觉得他行为很异常 比方说 有可能精神分裂啊 什么的 那你的摄友感冒很久没好 建议去看医生 如果不行的话 就去求助全学 但是这些事情跟你都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你不能替他去问 你也不能替他去做什么事情 那是他自己的因果啊 影响到其他人不大会 除非这个他身边你得罪了人家啊 对 下一个问题 小月份的要流会产生怨灵吗 那阴灵这个事情 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无论有月份大小通过什么方式 或者是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 建议大家都去做个超度啊 为什么阴灵这个事情呢 我一直强调呢 是因为那其实每个人在怀孕的时候 已经会给准备投胎的人分配了一个名额 就是一对一的 那假设说你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 或者是自然的还是非自然的情况下 失去了这个这个孩子的话 那他相对应的这个名额也就是没有了的 那他没有了这个名额呢 既没有办法投胎 也没办法去别的地方 而且他已经属于死亡的状态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所以建议大家都是去超度一下 因为他没有地方可以去 他也没办法投胎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其实问出这种问题的呢 稍微会有一点消信心理 那什么叫消信心理呢 就是我做错了这个事情 是否有可能逃避过这个责罚 这个但是因果是每个人都是难逃因果的 所以呢 建议大家还是去做一下超度法事吧 无论是你自己还是爸爸妈妈 建议都去做一下 那消信心理这个心呢 是很不可取的 有机会我们再聊一下 这是特别不好的一个心理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有些情况下 鬼会被很多人同时看见 有时候又只有体质特殊的人才能看见呢 正常来讲 如果鬼能被很多人看见的话 就是证明这个鬼怨气非常的大 他是故意让你们看见的 就是如果很多人同时看到一个 建议你们赶紧跑 那下一个问题就是 经常做梦是睡眠不好 还是做梦的时候 自己的灵魂去了其他世界呢 那经常做梦呢 是有可能是睡眠方面的一些障碍 也有可能是不干净的东西 更生 有没有可能去了其他世界呢 有可能 但是很难讲 大家还是科学一点吧 就不要太相信 说去了其他世界或什么的 除非你是在修行 像我们自己 我们做梦会去其他世界 因为那是我们施工带我们去的 其他普通人的话很难说 下个问题 是不是真的有新时代的神啊 互联网公司开业的时候 会摆箱摆计品摆服务器 福建的船厂也会在机舱的引擎前 烧箱摆计品 这是祈求互联网之神和钢铁机械之神的保佑吗 这么做有没有用 这是一个纯纯的封建迷信 大家真的 这就是封建迷信行为 因为这种死物类型的东西 就是没有生命的物体 它既不入轮回 也没有不可能产生神的 除非是有一些别的灵体进去了 知道吗 知道吗 这个是个知识点 好吧 无情之物 无不是生命的东西 它是没有办法成为神的 就是这样 下一个问题 没有了 我们今天的粉丝问答就到这里 就差不多了 因为大部分大家问的问题 都是涉及封建迷信的 就是有时候呢 真的不要太过迷信 相信科学 好吧 相信科学 那在这个视频录制之前呢 我的粉丝群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粉丝呢 他之前找我的时候 他就说 他在闲鱼上面400块还是500块 买了一个佛牌 然后想问 叫我帮他看一下 然后我一看呢 他就说是一个 猫西 老鼠吸猫奶的一个佛牌 正常来讲 这个牌是正牌来的 就是里面不会进灵体啊 只要法门正常 正确 他就不会进灵体的 但是他给我看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 这个牌里面 进了不干净的东西 是一个不是人的灵体 然后我就发给我师姐看 然后我师姐说 里面有一只猫 然后我就直接 就这样跟他说了 我说正常的正牌里面 如果进了不干净的东西 那证明这个牌的制作 跟他的法门是有问题的 我就建议他说 你送回去宁迈家那里 或者是送回去泰国之类的 反正送回去师父那里吧 然后我建议了很多遍 他要送走的 他偶尔呢 就会在粉丝里面跳出来 就说他这个猫西 老鼠吸猫奶怎么怎么的 就说里面的 自从我跟他说了 里面有一只猫精之后呢 他就一直说里面的猫灵怎么怎么的 还可以帮他家把闹钟给扶正 就是吊下来的闹钟给扶正 或者把其他东西拨到地上 然后他妈妈也就是听到他说话 叫他买牛奶什么的 还有说什么 之前有说想要学数学 想要考大学什么的 然后我当时听得一脸懵逼 我就每一次他说 我都会建议说 你还是把他送回去送走吧 他不可能帮到你什么的 然后他一直也没有去做这事情 然后今天晚上他突然就说 就问了一下 他说我想问一下 一个邪魔歪道鬼 要是喜欢上了人类 把他的所有能量 全部都给了他的主人 在他临死之前 对他用鬼掐亲 这辈子不去投胎 是因为确实业障深重 那来世能不能通过鬼掐亲 留下来的印记找到主人 他说我这样说有点太神经病 但是我是个活了上千年的猫巾 就是说我之前在泰国大街上 随处可见的是鬼 我是匡匡吃鬼的来着 鬼的世界全都是没有色彩的 要不是灰 要不是白 要不是灰 要不是就是黑 我现在就在控制我主人的手打字 但是我主人脑壳特别清晰 我想啥我主人都知道 同时很多事情都变成了不确定性 那个好吧 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但是我已经从佛牌壳里跑出来了 就是我已经去投胎了 我已经可以去投胎了 而且正牌已经扭转了 我一小部分的阴的能量 但是我还是挺阴邪的 啊不是我也想变好 就是这种情况大家有遇到过吗 就是我就是老鼠吸猫奶里面的猫精灵体 然后他发完这段话之后 我私说回他说 如果是真的该投胎就投胎吧 别乱上人生 如果你本人还清醒 我建议你看看医生 那这个时候我也是说建议大家去看看医生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 因为不排除其实是精神分裂 就是而且我也跟大家说了很多遍 不要去贪便宜 去请一些很便宜的佛牌 因为你不确定来源 以及不确定他法门是不是正宗 啊是的 因为很多人都分不清这种事情 所以呢 就还是那句恭请虚谨慎 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呢 是想说啊 不要太过清新一些 太过便宜可以给你很多回报的东西 好吧 因为怎么说呢 这种事情要我们去帮你解决 解决不了这种还是该送哪里 送回去哪里 对 好的 那这个故事分享到这里 我们就结束了 这一期到这里我们就结束了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屏幕弹幕或者是私信 或者是评论给我啊 那粉丝群呢 二群已经满了 三群我暂时不想开 因为他们说三群可能会有个诅咒 叫做三群倒台 有胆你就来 就可能会出现很多很奇怪怪的事情 OK 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